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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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房方马六甲技术大学 一便李戴景 电器工程系一年级 二便林晓妮 科技工程系二年级 三便郑俊杰 电子工程系二年级 四便陈冲辉 电子工程系二年级 请代表马六甲技术大学辩论对象 带说各位论论大家的同志讲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组关键人物 就是坐在我正前方的评审团 第一位沈俊荣 这位评审是中国报高级记者 也是八中八辖中华总商会亲生主妇总顾 第二位梁宗哲先生 这位评审是资深大专华语辩论赛评审 也是历届大专华语辩论赛顾问 梁宗哲 抱歉 梁宗哲 抱歉 第三位是江淮涛先生 这位评审成得过第二届中华杯季军 也是第三届中华杯亚军 曾是前南方学院辩手 也是前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辩手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段短片 Claire年纽运 第二届中华同厣习 第二届中华 一座 因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在我们漫长的生命里 总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过客 当中有些人对我们而言是无可取代的 其中包括生命中最爱的另一半 也包括了与我们相知相交的知己好友 但是在两者之间 遭受哪一方的背叛会使我们更痛苦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双方便有对今天的课题有什么看法 正方的立场是被知爱劈腿更痛苦 而反方的立场则是被知交背叛更痛苦 在此做个有关灵症的提示 每位变手在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 单位将以一声灵响作为提示 发言时间完毕后 折一两声灵响作为提示 变手虚立即停止发言 在比赛开始之前 容许我做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请大家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 以便比赛能够在无干扰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谢谢大家合作 现在我宣布 此次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正方一片为我们开篇立轮 时间为4分钟 有请 那个方测试 谢谢主席大家好 知爱指的是人一生的最爱 一般是关系亲密不见的爱人 知交只是因为相知而结交的朋友 一般彼此熟悉且相互信任 知爱披腿是指生爱的人违背的吃眼 感情脱肉皮出轨 而知交背叛是真心交往的好朋友 背离判断出卖自己 无论是知交背叛还是知爱披腿 都是痛苦的 要他们何者更痛苦就要比较 常人对知爱和知交同步的情感 何者会更多更执着 我方认为知爱披腿比知交背叛更痛苦 原理有三 一从情感的本质上来看 人们对知爱的赞不战性更强 因此遭受披腿时更痛苦 撇除肉体关系 爱情与友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战性 男朋友跟人美来眼去 你肯定会吃醋不满 好朋友跟人美来眼去 如果你也吃醋 大家只有两个论断 一扭令 你其实对此人已操作有力的倾诉了 你对知爱的独战性忽然失落了 自然是痛苦关真的 这也为什么是根据调查显示 自杀案例里面主因都是情商 记载是家庭 血月 工作 或者是承受不了患病的苦痛 至少听到有人因为知交背叛而选择自杀 而知交对你的伤害不是难以解脱的 毕竟我们都应该可以了解到自己不是对方的唯一 二 从其他人要求上来看 人们对知爱的表现与回报期待更高 因此遭受批腿时更痛苦 知爱与知交另一大区严就在于 知爱往往是人这辈子投入最多精力 时间与感情的对象付出越多 期待也高 期待也高 则遭受批腿时失望就越深 而知交往往是火烤气盒的贵增 而并非成了刻意经历的成果 既然投入有限 对此感触自然也不会期望过高的 比方说 我们因为相同的兴趣面论走到了一起 成了默契很好的队友 可是今天突然间队友跟我说 我今天不打比赵去泡路了 我只能生回了气 不算了吧 我会像遭约劈腿时这么撕心裂肺吗 三 从情感的现实体验来看 人们对知爱的依赖心更强 知爱双方的羁绊 但承诺更多 更深刻 更执着 因此遭受劈腿时更痛苦 知爱往往是完全融入我们生命当中的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句话说得很好 相爱的人都是单一的天使 只有彼此拥抱才能飞翔 劈腿也 就好比如你另外一只翅膀 成了别人盘你的记忆翅膀 你从空中坠落 你的心会被淋碎 你会怀疑自己 撕裂甚至自惨 又或者不愿放弃这个劈腿忍杂 从而带着想用全力的伤口 再入二次伤害的伤口 所以 劈腿所造成的伤害 不止是心理失衡的冲击 还有生活上的撕裂 梦境的破碎 与失去樱桃的无所思考 在座的各位 今天魔方并不想爱换 友情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 都伤心 都痛苦了 可说到底 事案劈腿更痛苦 其实是一个生理问题 严台中的人 大脑的郭巴胺 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郭巴胺控制的是人的快乐 以及兴奋的情绪 失变时 郭巴胺的浓度急速下降了 就像个女君子 突然断了毒品的供给 所谓生物无死 痛苦医生 都是形容这些 无法承受的苦痛的 而如果 之交的背叛 也真的让你痛苦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么我刚才只能封信你一句 人生苦暖 物作备胎 与其痛苦 不如要来啊 谢谢 谢谢正方一变 接下来有请 反方一变或反方二变 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 答辩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而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郭彪你好 你好 郭彪彪告诉我们 他就是更痛苦了对吗 可以是一种体现他更执着的表现 好所以 事实上不一定是更痛苦对吧 事实上不一定是更痛苦对吗 事实上不一定是更痛苦对吗 好那请问对方不要 你听过生不如死吗 这是爱情疲惩带来的后果 好生不如死 所以国事的人面对是更痛苦的 所以死不能代表痛苦对吗 痛苦一生的爱情 是好 好现在对方不要 事实不代表更痛苦 但你问对方 她是更痛苦不好意思 请问对方没有 好谢谢对方不要 请问对方没有了 你说对振爱有期待 所以就更痛苦对吗 你期待越高 你也不能期待回报 好谢谢 所以期待只会带来 如果你达不到期待 就会带来失望对吗 振爱对你 如果振爱带你的失过 好所以会失望 所以失望 他可能会带来失望 但不代表他会带来更痛苦 再来请问对方没有 同学 知交 谢谢谢谢 请问你对知交 就完全没有期待吗 不比知爱 所以他有期待 所以良者 所以良者都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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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请问对方没有 你认为如果被知交被判 好了就算了吧 你认为你会是这样子的心态吗 被知交劈腿 被知交被判 但是我觉得我更值得是 为什么我全心痛苦 所以 那爱情他更努力 好请对方没有 正面回答我问题 是不是被知交被判 你就认为算了 就就这样 后面我被情人被判 所以 所以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请问对方没有了 好谢谢 请问对方没有 知交之间最重要之处 是不是互相了解 自爱更深能 所以自家也是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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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不要请冷静点 请听听听我的问题 好 是不是自家面前你是可以 你对自自家 谢谢你 谢谢双方便有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反方一面是如何扑题立论的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慢风测试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对方便有了横标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但不要告诉我们 要比较合者更同步 就要看对合者投入的情感更多 但是对于知交和知爱 投入的情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主观 很不一样的 这样的比较平台是有问题的 再来可谓直交 直交是我们相知而结交的朋友 也像这方面有所说的 是最了解自己也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而君子直交淡如水 指的是什么 是感情最深刻心地最清静的交情 并对他能够交心坦白的一个朋友 所以知交的关系建立于信任之上 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双方必须论证 何者使人的精神上受到百般的折磨 才能莫方论证何者更痛苦 我方将从三个论点来论证我方的立场 第一感情上的损失 直交之间的感情深厚 彼此之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羁绊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曾说过 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做抉择 但愿我有背叛祖国的勇气 这不就体现了直交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和羁绊 是如此的可贵吗 薄牙和紫棋 薄牙为了失去的紫棋 痛苦到断圈 失去了他唯一的兴趣和泛乱 他都不足以怨言 再来我们看看 欲让为了治国要报仇宁愿回荣 即使报仇未遂 只好也不屈身求存 反之吞剑至杀 如果他们两者被背叛了 难道不足以让他们觉得生不如死 不足以让他们换剑穿心吗 其他我们还有张飞 在古城痛骂关羽的事件 还有现代艺人吴永威断绝之交成山葱的例子 再来 2点2 精神上的折磨 爱尔兰作家摩尔曾经说过 生命中我们需要勇气才能和人尽可能的交心坦白 对于之交和之爱 我们都基于信任 所以这是难以比较的 但是看看被之交背叛和被之爱劈腿所带来的后果 被之爱劈腿所破坏的是一个人的爱情 但是被之交背叛所破坏的是一个人的人际观希望 何以见得 就像我们所说的之交是我们最信任的朋友 被一个最信任的人背叛 难道你以后就不会开始对其他有来往的人开始存有一丁点的疑心吗 而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时候 这样的精神折磨是让人难以逃脱的 原武将缺毁如今不学心 就因为之交背叛无限导致他长期的精神压力 导致他开始对人存有一心而自杀身亡 第三颜面丢失打击信心 女为怨己者容 我们会为了摯爱而努力的媒化自己 所以对方不会对我们的所有都完全了解 可是之交却是最了解自己阴暗面和光明面的人 就像管道之交一样 如果我们被这样的之交背叛 将自身的黑暗史攻诸于世的时候 我们如何在社会在生活圈中立足 这要被异样的对待 是使人击毁人心心的心情 反方一辩 有请正方一辩或正方二辩 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 时间一样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 你第一个论点告诉我 因为自己的感情更加深厚 因此被被叛吼更加痛苦是吗 是的 是 请问你 如果感情更加深厚可以论正立场的话 那么我跟爱人一起同居了这么多年 我跟我振爱老婆也走了很多年 请问你感情怎么样不比有情 来得更受后你要解释一下 所以对方说 远距离的振爱就不是感情之后 我是说振爱我跟另外一半相处很多年 这种生活模式 这种固定的生活模式 是不是一件感情很深厚的一种方法 所以对方没有有一些治安是会远离一个 远离对方的 没有回答问题 所以我方帮你总结 所以你看到吗 感情深厚不是你我算的 不是你方而是我方的 因为是我方是有生活模式在里面 你冲起来就是没有一个论正线 你就论正线缺失了 然后再问你 很像我的生活 我的治安的生活 我只是抱着睡觉 然后早餐一起起来 呃 刷着牙齿的早餐 有没有跟你吃起 抱着睡觉吗 会呀 什么东西 会呀 你确定你那是自己 对呀 那是我的治体最新的朋友 好我们往下回路一层 被被探后 我们生活模式开始起了变化 我会开始想念 亲爱的人 想念他的笑 想念他的白色袜子 和身上的味道 请问你 你被自己出卖过后 你会想到白色袜子这么变态吗 我不会想这些 但是我想我们以往胜后的羁绊如何 感受胜后我成功论证了 第二题 你谈人际关系对不对 人际关系被损坏 好请问你 你告诉我 因为对另外一个人不在心了 所以关系被损坏 被劈腿后 我为什么会信任 全部男人 还是全部女人 对我们是真心真意的 所以对另外一个人 这是爱情里面的事对吗 是 不是 每个人论证是 零方有双重标准这个论点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可以信任人 被出卖后 你不可以信任人 而我被被损坏 或是可以依然信任人 你要解释个路正线 所以对另外一个人 你劈腿后是 今天是逻辑 你劈腿后是不相信爱情 而你被被害怕 今天都有在不信任 所以 谢谢双方见有 谢谢 现在 将由正方二别为正方的立场发言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一开稿 就告诉我们说 所谓情感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打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是真的不一样吗 还是我们所有的常人 其实在情感的定位上 自爱天然 就比之交高了 不然为什么我们会说 所谓自爱之间的交往 和潜如蜜呢 那潜如蜜这种对额 这种体现还不足以证明 我们天生就认为 自爱更重要吗 再来对方谈什么 对方谈信任 对方说 我之交是我们最信任的人 对方说 不 我们之交虽然互相信任 但最信任的人叫自爱 因为我把我一切最真实的一页 完全展露给对方 所以我更信任的应该是自爱 然后按照对方的逻辑 对方说 你今天这么信任你的之交 当你是之交被害你的时候 你肯定会感到觉得非常痛苦 同样的逻辑推下去 今天我这么信任我的自爱 我的自爱被判我 我那不痛苦吗 我那不会失去对人的信任吗 所以按照这个比较的逻辑来说 还是自爱匹配更加痛苦的 再来我们看对方的第一个论点 对方告诉我们说 会有感情上的损失 她说今天薄牙没有了紫棋和断悬 但各位没有想过 今天梁山薄宇住进台 只是因为不能在一起 于是她们继续训情了 请问断悬与训情之间的比较点来看 是感情上的损失 其实是自爱的损失更加大吗 第二 对方说会有产生精神上的折磨 比如她破坏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温馨幸福不好不好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些自爱是与你共同生活在一起 所以当她劈腿的时候 破坏的是你生活模式 破坏的是当你和她共同家庭的时候 破坏的是你用心经营的家庭 所以再来看 当她破坏我生活模式来说 所以精神上的折磨 同样还是自爱更大 再看第三 对方说颜面丢失 各位 当我这么如此深爱 对方我把我一切复出去了 对方对话我颜面不许 谢谢正方二变 有请第一轮咨询缓节 没有进行咨询的 仿方一变或仿方二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咨询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而咨询方有权在任的时候 终止答辩方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 好 对方便有想请问一下 对方便有说的知交 是否是彼此熟悉和信任的吗 智爱更熟悉 所以对方便有的意思是说 两者都熟悉 两者都信任的 就是更 好 谢谢对方便有 再来想请问一下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说 智爱劈腿后 你会导致你不信任任何人吗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人都可能永远 永远 永远 呃 接下来都可能会成为你的自爱 怎么说 就是你会 你会跟别人发生爱情之 里面的感情吗 我才认识人的时候 如果要大强的 智爱我首先 需要对他信任 所以对方便有 你首先是成为他的朋友 还是首先成为他的爱人呢 我可以首先 听别人 然后如果 我都不信任他 我就没有可能再发展出自己爱 所以你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也不可能成为爱人 对吗 相信对方便有是不是 你不信任他 你有可能 不会成为朋友 也不会成为情人 对吗 想请问对方便有 是或不是就恨 对方便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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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想请问对方便有一下 请问对方便有 嗯 你说 痴爱劈腿会破坏你们的生活模式 让你们无所事从事 好 想请问对方便有一下 是否所有的自爱 一定会相处在一起呢 不一定 那我们肯定会每天信息 好 谢谢对方便有 再来想请问一下对方便有 所以你跟你的之交之间 是不需要相处维系感情的吗 难道有你自爱之间 有你自爱之间 是不需要相处维系感情的吗 之交之间 不需要相处维系感情的吗 我想请问只是 之交之间 是不需要维系感情相处的 所以自爱之间 是不需要维系感情相处的 是是的意思吗 是 谢谢对方便有 再来请问想请 想请问一下对方便 你为之爱 你会不会希望他 永远看到 永远是你最完美的那一面呢 最好的那一面 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对方便有 是不会为你的 至爱留下好的 谢谢双方便手 谢谢 接着由反方二面 为反方的立场发言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但是对方便有了 好 不要告诉我们什么 何者更足足 何者就更 何者就更痛苦 但是我们看到 你对自爱 你越爱对方 其实你越想对方好 你越 你对自爱难道只有执着吗 其实你 你越爱对方的话 如果你想到他好的话 其实放手 会是一个放好的选择 再来我问对方便有好 自 自杀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自杀就更痛苦 然后我们问 然后我问对方便有了 是不是 对方便有没有听过 是很不如实 这一句话 其实我这面对的人 才是最痛苦的 再来即便我退一关 不告诉你 没错自杀痛苦 但是 但相信大家都听过 是为知己者死 所以之家也会为了朋友而死 所以跟之家之间也有死 所以也是痛苦的 再来对方便有告诉我们期待 对自爱有期待 所以是痛苦 但是我们才就问对方便有了 没错双方都有期待 所以双方都痛苦 所以不能论正贡 再来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没错我被知交背叛 就算了吧 看来对方便有不明白 知交跟朋友到底有什么分别 知交是你最了解的人 是最了解你的人 以及你最信任的人 他跟朋友不一样 所以知交之间的感情 是更加深厚的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同居感情就是深厚 同传共整感情就是深厚 真的是叫什么 感情深厚真的可以用时间来衡量吗 有些人一辈子 有些人在一起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 可也不见得他们的感情深厚 我们说 知交之间感情才是更深厚的 因为知交之间你不需要对对方有 对你不需要有多余的客气 你想说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他们之间有经历也有冲突 他们之间有人格的共鸣也有剧烈冲突 所以知交之间的感情才是更深厚的 我们看关于观众会 关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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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二变 有请第一轮咨询缓间没有进行的咨询 正方一变或正方二变 对反方二变进行咨询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而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呃不好意思 对方同学你好 你好 来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说今天知交背叛你 你会破坏人际关系网是不是家 对没错 好问你 谢谢我差别原因 问你的是 今天致爱劈腿说 我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是不是一种人际关系网的破坏 但是人在生活中 爱情是占比较小部分的友情才是 对方同学 我问的是 请问你了 当我的挚爱劈腿的时候 我从此对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不是人际关系网的破坏 是对不对 是对爱情网 是对爱情网 你相信男人呢 那不是破坏吗 所以由此可见 对相信男人也是一种破坏 但是由此男人跟女人同时破坏 第二点 请问你 请问你 好 今天你当时有谈到 是为之交而私 是为之交而私 所以为之交而私 对不对 但我问你 请问这个是为之交而私 是牺牲死呢 还是她的知交 背叛她的身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感情 有多么的深厚 所以看到了吗 是牺牲而私的 并不是像林芳所说的 她因为背叛我而去私 但是感情深厚之后 还有她的知交 我问你 第三个问题 好 第三个问题 请教您 明方谈今天 之交被叛 会生不如死 对不对 对 那至爱被叛 你不会生不如死 你会想不出来吗 因为对方更出我们的自杀 我们学问有自杂的案例 也有生不如死的案例 两者没有中途 没有中途 来 明方很可能就听错了 再问你 请问你了 因为你的至爱感情之间 不深厚吗 可是之交之间感情更深厚 请问你 我的父母彼此之间是至爱 他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经历了那么多 我们的父母之间 我们之间的感情的 之爱跟爱情之间的之爱 是不一样的吗 请问你说我父母 他们之间没有爱情 好的 你告诉我对我 父母之间有没有爱情 现在我在问你 我父母之间有没有爱情 所以跟手很好 对不对 所以爱情和感情手 请请 谢谢双方便手 接下来是对面环节 双方三变各持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 以交替形式进行发言 便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一方发言完毕时间后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直至摄于时间完毕 有请这方三变先发出公示 谢谢 你告诉我说 知交知道你的长短 把你的硬案跟报路出去 你人都会受损 那我想请问你了 自爱不只知道你的长短 还知道你的长短 体格 人的受损之余 体格也受损 那不是更精神的吗 对方你要 不好意思 对方你要 你今天要抓好一个逻辑就是 今天 在自爱面前 我们会展现我们最美好的自己 但是在知交面前 我们是笑话不屈的 所以 阴暗面跟阳光面都会展现给自己 所以 知己就更了解我们 对方 今天 对方今天 我今天告诉我们 只要有性的感情就更加深厚 对不对 所以那是因为你还太小 到现在 我们可以在知爱面前 善之主也不用怕的 所以我想请问你了 你不只人格会受损 体格也受损的时候 是不是更折磨 对方 今天这个爱 是非 是 是一个纯真的爱 你不一定要去占有它 因为知爱 就是一个纯纯的爱 你不需要去占有它 请请问一下对方 今天 民放的逻辑 是不是感情深厚 就一定要涉及性 纯纯的爱 这种毛病了 所以总结 我们的自爱 会比起自交所 升级的毛病更多 不只是精神会受损 我们生活上 能得体的一己受损 再请问你了 2月14号是情人节 请问8月1号是什么节 不知道请教对方 好 8月1号叫做国际友谊节 对方 你对你的自交那么的神 为什么你不知道是什么节 任德 对方 今天我需要知道今天 国际友谊节 我就可以跟我的自交 非常的密切的 对方 请问一下 今天如果有性 就如果 如果你的至爱 之间没有的性 请问一下你的是爱 还是你的至爱吗 那就已经结束了 我再请问你 玫瑰花代表我爱你 那有余万岁的花是什么 对方 不要再 不要再 不要再拿那种 例子来去论证 领法的立场 今天玫瑰花也有次 不拿例子论证 要拿什么论证 难道通口说百话吗 所以总结一句 今天 我们对于自爱的 关注度 投入度更高 因此在失去的时候 我们会更伤害 对方 对方当然告诉我们 如果被持交 被怕的时候 会不相信任何男人 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你被你的至爱劈腿的时候 你的生命当中还有男性朋友 其他全部男性朋友 都必须被你割杀吗 会看到男人我就发狗 所以想请问你了 当今天自爱跟自爱的时候 我们会想念他的味道 想念他的笑 想念他的手指淡淡的眼草味道 请问你对自交 会有这种想念吗 对方 今天自交 我们对自交想念是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的那种想念 对方再请问你了 如果今天 你的自爱 只是 因为你的自爱 只是在爱情里面 而今天自交 是你在整个人际关系 网最 信任的那一个人 最了解的那一个人 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人 背叛了你 你还会去相信 其他人际关系网里面的人吗 了解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 当今天自爱 也可以陪你一起拼搏的时候 还额外想念 这个个人的人的时候 想请问 想念度更高 为何失去的时候 不是更痛苦 对方 今天你是不是包商包商 你的自爱 又陪你打拼 又陪你 又陪你一起睡 又陪你 事实上就是这样 自爱有时候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工作伙伴 所以我们 比起你想念度 来得更高的时候 鸡饭也来得更深 好以及一个家庭 我们有了一起 一样的孩子的时候 到我们分手 有劈腿的时候 看到我的孩子 长得像另外一半 这难道不是更深的精神者吗 因此在于依赖性当中 你可以认真 执着度更高 失去的时候会更痛苦 再来那方面所谈的是什么东西 他告诉我们 关羽脏费那个 但是我们想一下 关羽脏费当中 还可以有一个刘备 但是刘备的老婆 会希望看到她旁边 还有小3 小4 小5 小6 所以从独占性而言 我们的爱情 比起你来得更高 佛经有余 八苦当中 生老病死 爱别离恨的 谢谢 谢谢双方便有 有请正方三便 针对刚刚国论环节的交锋内容 做出小结 时间为2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今天开出三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说 精神损失 知交羁绊多 可是在刚刚的对面环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羁绊更多的是谁 是自爱 因为自然是陪你走了一生的人 他可能对你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生了孩子过后 你劈腿了 他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一辈子都割离不了的羁绊 但是知交呢 知交即使他背叛你过后 那大家就走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没有更深厚的羁绊 他不叫你的爸妈为爸妈 但是你对方 婚姻当中 你会把对方的父母 也当成自己的父母 即使隔离都没有办法 完全隔离的时候 我们说羁绊更多 第二 你谈的是精神折磨 你告诉我们说 被知交被叛过后 我们需要勇气 才能够面对其他人 但是今天 我们被知交被叛过后 我们看到男人都在发抖的时候 这难道不是伤害更深吗 第三点 你告诉我们掩面流失 刚刚我也说了 知交知你长短 自爱也知你长短 你的人格受损被被叛的时候 你的体格也跟着一起受损很更方便 所以可见 对方的伤害认识点 都不比我方来的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谈说 何者让你更执着 失去的时候才会更痛苦 从独战性而言 我们的自爱对对比起自交的时候 我们会更希望对方跟我们在一起多一点 这情况底下 最失去的时候 我们才更痛苦 我明白对方今天 为什么会觉得 我们的自爱自治 只需要表面上的功夫 因为你来太行 你不明白 自爱之间的 无小事起的感觉 不要小 因为我真的很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 那无小事起的感觉 是你到医疯才懂 一起生活 你手挂赢案件 他都看完了 你跟他在一起相处 会最长 你现在风险的是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一如 但是几年后 你觉得改变 如果有变的话 医疯情况可能是 七手八脚 落魂一身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有请反方三变 针对刚刚国论 环节的交锋内容 做出小结 时间一样为两分钟 有请 好 谢谢福西 今天对方刚才在对面的时候 告诉我们 今天你的知己 也是可以跟你一起 今天你的至爱 可以跟你一起打拼 也是你了解的人 所有都是至爱 再请问一下 今天你的那个至爱 是不是也是你的至交呢 这样我只可以说 你非常的幸运 你的至交跟你的至爱 都是同样一个人 所以你才会遇到 这样子的这一个情况 再来 对方告诉我们 有幸才是最感情深刻 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我的至 我的至爱是在远方读书 请问那还是我的至爱吗 没有 我们没有每一天在一起 可是没有每一天在一起 这个情况之下 并不能否认我们之间是至爱 再来看回 看回 看回我方的观点 今天 至爱无可否认 只是在爱情里面的这一块 今天对方告诉我们 如果至爱劈腿了我们 我们会讨厌所有的男人 或者讨厌所有的女人 但是我想告诉对方 你不要那么悲观 因为不是每一个男人 跟女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 但是 今天 如果你被你的至交 背叛 至交是最了解你 也 你最信任的那一个人 请问 这两者最信任 跟最了解的那一个人 背叛你的时候 你不会 你不会 因为不相信你整个人际关系 网里面的其他人吗 因为今天 至交 这个角色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网里面 是占有非常重要的 这个角色的 再来我想告诉对方 今天 至爱 跟 跟至交 都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感觉 是我们 是我们 没有办法 以其他 性 不管是性 还是一些 一些 一些利益 来去代替他 因为这是我们 最原始的那一个感觉 我们 爱 至爱 必顾一定要 谢谢 谢谢 现在终于到了 万 万众期盼 自由辩论环节 双方各持有四分钟的 发言时间 每位 变成的 发言次序 时间和次数 不受牵制 以交替行事 进行发言 变手 无权终止 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一方 发言时间完毕后 另一方 可继续发言 此次 剩余时间完毕为之 究竟哪一方 更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呢 让我们看看双方变手如何 诠释他们的攻防战 有请正方先发出公示 请教你 Selina和PB之间 可以有一个 Ella 作为姐妹的情深 请问你 Selina 你老公之间 可不可以多出一个小三 几位旁边有直接想要告诉我 是 之交可以被替代吗 想请问你一下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说之交 不是对方的唯一是吗 不是可以被替代 而是之交 可以有很多个 请问你了 你的爱人可以有很多个吗 可以有很多个 就在摆布时候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歌 你拿到什么不能被替代的 所以我方所说的 你可以有很多个 总的独占性比较少 你失去的时候 你就会那么痛苦了 最终结局 因为独占性 更能够认真合成 更执着 跟执着失去会也痛苦 对方便 我不可以把数量拿来衡量感情 我不可以因为 制造更多 而衡量 制造感情更大 呃 你独占性的 有些人因为 啊 自爱最重要的 不是拥有 而如果自爱离开 以后 你还能祝福他 你妈的话 还是一个幸运 还是一个安慰 并不是最痛苦 我们不是用数量 来衡量今日念题 我们是通过数量 来告诉你 制造从来不奢求 自己是对方的唯一 而制爱不会 这导致我们 独占率更强 接下来 你越想再有一个东西 你失去会不会更痛 所以对方便有承认了吗 只要他 他每个个理由是不同的 你就会对他 产生不同的感情 再想请问对方便有一下 请跟他举出一个 生不如死 自爱劈腿的真实依子 所以这样同学 我们告诉你的是 当你越想赛一个东西 你就越痛 所以当自爱 他要求你 只被我占留的时候 他失去会更痛 这是不战性而更正 再来问一下宁方 宁方一直告诉我 宁方的知交可以破坏人计划 请一下 赐爱破坏家庭 破坏家庭以及破坏人计划 哪一个更多 比较 对方便有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 知爱是以感情来同量 感情来作为基础 而知交呢 是以信任作为基础 而当信任 最信任的人都背叛你的话 而这个信任 你对社会 就将会不再有信心 这不是精神上的折磨吗 不对 你定义错误 知爱里面的定义是 政治其实是有信任基础 而且感情深厚 请问你 我的后面伤害 我就是要增服养权 我就是要增加财 请问你的实际上 不是更大 不是更痛苦吗 对方今天 知爱不一定要结婚 问你的是 今天人际关系往会破坏 生活模式也会破坏 双重破坏 请问你不是更痛苦吗 对方 用来跟我们打数量做比较 请问如果今天 我的知交 对每个知交 对我来说都非常特别 每一个特别的知交 被怕我的之后 我也非常好 但是你不舍望自己是他的唯一 所以想请问你了 爱情当中 你们有结婚的机会 但是友情当中 你们会有结婚的机会吗 对方 不要再听我说唯一 不是唯一 你知道我也要止息 我也要只有一个止息 有些人甚至一辈子 都找不到一个知己 所以不能以数量来衡量 所以对方没有心理回答我的问题 请问爱情 是不是以情感作为基础而已 我们可能是说 因为自爱子 另一个随法更通 而是自爱子 可以有一个而自交 可以允许爱的其他人 所以我们从来不强求自爱 对自交被我们占有而已 所以对方同学 请您帮你比较一下 到底破坏这几个坏人际王 为什么坏人际王必然更痛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我破坏我整个的人际关系王 在这个社会里面 哪里再相信别人 我永远都有疑心 疑心病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病 对方没有知道吗 再来想请问对方没有 对方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一个 李大人陈又记的概念 就是说 他是我的之交 既是我的之爱 所以羁绊更深 对吗 所以对方同学 你被破坏人际王 你不敢相信人 可是你被破坏家庭的话 你看着你的孩子 哪怕你不信他 可是你还是要养他 所以看到没有 破坏家庭和坏人际王 比较不出来 因此我们不拿来 这个来做我们两个标准 再来请一下警方 你对自交的投入度更大 还是对自爱的投入度更大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对自交 跟对自爱的投入度也会不一样 再来回答对方的那个问题 今天为什么我们自爱 就一定要结婚 真的吗 你告诉我 如果我投入度不要 就取个弟子 我可以为自爱做菜做饭 但是我可以自己 又是把吃自家东西给他 请问你投入度怎样一样 这个 我也可以跟我的自爱 一起下厨做饭 给我们一起吃 请问一下 今天 如果你的自交是 自交是你最信任的人 在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网里面 如果他被害了你 最重要的那个角色 被害了你 你怎么 不信任其他人 我说的是 自爱才是我最信任的人 再请问你 对自爱我会特地煮饭给他吃 特地学煮饭给他吃 那对自交友好 是顺手煮饭给他吃 你觉得哪个投入比较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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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煮饭这样 煮饭给你自爱吃 可是有些自交是共同目标 共同改革 共同革命的各种自交 你还说他们如果被判你的话 还不痛苦吗 自爱也可以包含共同改革的 我的共同改革办理就是打辩论的 所以想请问你了 情人节 自爱不送你礼物 你不会生气的 但是 情人节不送你以后 你会生气 但是国际友离节不送你礼物 你会不会生气 对吗 对吗 特地送你礼物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客资家如果特地为你做一个相册 然后里面写着你们的点击 你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这没有错 我反而更加感动 就是因为我对他没有期待 造成背叛的时候 我能够错 我是措手不及的 而你会 自爱你都说了 我有张有心 你会不会去控制他 你会措手不及吗 谢谢你告诉我 你是对你的朋友没有期待 所以你看到他期待度不高 怎么会更妥度呢 想请问的是 如果我面对之交 说他跟他没有吃放手 如果我吃就你觉得我有个问题 没有期待才是最大的期待 都没有一直说 我们有战友 有战友 所以痛苦 如果我告诉你 最爱之前不一定要有战友 他可以放手 他因为最爱的人 所以他希望他 他很成功 但是不痛苦了呢 没有期待才是最大的期待 请问你 如果您考虑的期待是说 我不想要打赢比赛 但我期待下冠军 请问哪一个比较高 对方表 不要再跟我们胡桥 这个概念 想请问一下对方表 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对你最大的疼爱就是放手 没有混淆 混淆是对方 对方 你是希望这段感情可以放手 但你可以告诉我们 放手 会不会痛 这才是你最大的毛铃所在 所以想请问你了 对比起自交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对于自爱的期望度 投注度跟高 为什么你失去的时候 会觉得不痛呢 就像以前练习很多 来打比赛 输了过后你觉得不痛 所以我现在是平常心在对方 所以你平常心 你输了没有我方 这么好色的人来的痛 看到你有期待 只是被换来痛苦的 所以对方就只是看不到我心中的痛 所以就说我不痛苦 所以代表你心中还是有点小小小 对不对 对方便有些人跟我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对爱情一定有期待呢 我们不能谈纯纯的爱而已吗 这是爱情的特质 因为我会期待其后 会为我做些什么 但是朋友呢 不一定 想请教的是 是爱如果我不见他 我会一日不见如得参修 你对你的自己 有这么变态的思维吗 所以对方会 对方没有回答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谈纯纯的爱 为什么爱情一定要刻意经营呢 同学 纯纯的爱也要有期待 你有期待 为什么要刻意在一起呢 所以每个爱情一定要结婚 生子组织家庭吗 请问是这样子的吗 但是我们有真的可能性相反 自家却是没有家庭这种牵绊的存在 就这样请问你了 我们对于自爱的思念更深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视觉中不会更同的 所以对方说只有可能性 所以不是必然性哦 为什么在眼神界里面 对自爱不用经营他的感情 一直找套友 这是不必然性的 那对方没有看过 没有经过吗 不宜结婚会 目的的恋爱永远都是爽容啊 经过一场群雷战以后 让我们看看 反观思念如何 对他们的立场做出一种 时间为十分钟 有请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红阳标准 今天对方便有开了一个很奇怪的红阳标准 他说常人投入的感情更多 哪个就更痛苦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今天说 所以对方说 因为自爱投入感情更多 所以自爱是常人 如果对我朋友感情更多 我就不是常人了吗 所以不同人有不同标准 有些人对自爱投入更多 有些对自交 口录更多 所以今天的恒压标准不能用 第二 接下来我们看对方的论点 第一个对方说 自爱有独占性 而自交没有独占性 而这个独占性会导致你更痛苦 可是我们知道 其实自爱真的是要拥有吗 就是一个自爱如果真的是自爱 我们不真的是必须要拥有它 当自爱甚至在劈腿呢 劈腿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能给予他祝福 感到他幸福的话 我们并不痛苦 最痛苦的是 当自爱 当我们看到我们自爱的人 幸福都没有 这才是自爱最痛 而自爱最痛并不是劈腿 所以独占性 并不能造成最痛苦 接下来我们看对方的第二个论点 对方第二个论点说 我们自爱跟自交 自爱投入更多 自交就 对方说的 自交根本没有投入感情 我们跟自交好像没有什么感情 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 自交并不会痛苦 因为没有投入感情 可是 投入感情一定是自爱才有吗 自交并不会投入感情吗 这是事实吗 甚至我可以说 其实自爱 我们现在只能只希望她 纯纯的爱 并不需要 对方说的 刻意经营 为什么一个自爱 一定要刻意经营 为什么一定要组织家庭 生产牌 对你的 就要让你的 另一半叫你的爸爸妈妈 叫父亲母亲 这样子 为什么一定要 所以这个刻意经营 不是必然经营 不是每个自爱都需要 刻意经营 所以我们今天谈感情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 自爱跟你生活在一起 最久 所以感情最深 可是有一句话说 有无论久 得一日可欲千古 所以时间的长短 根本不能满同量一个感情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论点 第三个论点说 因为 对方说 因为自爱 会给你依赖 可是依赖 是为什么 才能 我们要怎样才能依赖呢 就我们要最了 我们最信任的人 最那个人最了解的人 我们才能给他依赖 我方说 自爱 并不是最了解你的人 因为我们只会把 我们最美好的一面 给自爱看 我们放的屁都是香的 所以 我们 对于我们之交的话 我们是谈 我们是笑骂不举 我们可以玩在一块 我们可以说 互相的丑闻 互相的丑事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最幸恩的人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一面给他看 最坏的一面给他看 所以我们敢说 知交才是最幸恩的人 为什么知交 第一个字就是知 因为他是知道你最多 最了解你的人 各位 我们知道 我们 我们知道 自爱有时如火 自爱的感情 可能是一开始烧得轰轰烈烈 可是到最后只是烧成灰烬而已 而友情如水 这个水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化学的 他是一直留下去 在我们生命中 必须在我们生命中一直有的东西 当我们的知交背叛我们的时候 我们日子以后怎么滑下去 当我们知道我们知交是我们最幸恩的人 最幸恩的人背叛我们的时候 我们最后有什么信心 面对未来的社会 面对未来的人 对未来的外面的人 感到心冷了 谢谢 谢谢坊方思辨 接下来有请正方思辨 做出总结性的程说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比如说为了引笔上 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很违反藏理的话 可是大家能请去问一下 请一下 如果你找到你自己一生中的自爱 你会不想要用心激动感情吗 你会投入吗 你会想要尝试去占预它 是要成为你的唯一吗 的确 身为反方商 你为了引笔上 可能会说出一些反常识的话 可是常态上来说 一般人对于自己所爱的人 他们会奢求 会期望自己是对方的唯一 会对他们尽可能的投入以及经营 这是常态 而这个时候 第二个论点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论点 让同学谈精神上的沉默 因为自爱披露腿 它只是破你爱情的 那个关系破你爱情 而之交披露 之交背叛你 它破的是你的人气网 可大家已经发现 没有 第二个论点只是讲到 它的特性而已 它并没有比较 自爱披我腿 从此以后 我的家庭破坠了 我看着我的孩子 这是我跟一个人渣生出来的孩子 学下精神上折护折磨 点折磨 人气罩我不相信人 的确也是一种折磨 可是学下两种精神折磨 明方不同辉教 明方告诉我方特性 我方很在乡 可是问题这两种精神折磨 对方没有辉教过 因此我方认为这比较是缺失了 而且刚才说 这个辉教方式是源自于什么 它说因为我们要先有朋友 才有爱人 如果我们今天 朋友全部的不信任的话 那我们自然没有爱人 那不外自然更大 但如果这种国籍可以呈现 对的话我们知道 在朋友之前我们要先有什么 先有陌生人 那陌生人陪有国的话 连陌生人的不信任 我根本不会有朋友 那对方陪有的逻辑 是不是陌生人 对我们的情感上 还是最痛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谬误 而第二点 要朋友谈什么 他很打起信心 因为资交懂你赔拉面 那我方即使承认这一点好不好 学下 资交面对自爱 你方是把明方所有的美好 没有尽可能展现给你 可是他也拼你回来 这不是更打击人的信心吗 我灵机可能变得完美了 可是他还不喜欢我 这打击信心的程度上来说 会不会是我方 比你方来的更重一些些呢 所以简单来说 了解片面 不论证打击信心更深 所以台湾对方的立场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我头的一点 为什么要谈独占性 谈期待以及谈依赖性 就在于我们找到痛苦的远途 来自于什么 往往来自于执着 你少了十万块 如果你不执着的话 挑来说十万块算什么 你少了一块钱 你明明就是一个爱财的人 你少了一块钱两人都痛 所以看到没有 通常执着度 是可以决定人痛苦的大小的 而什么时候我们衡量 一个人到底是不执着呢 第一点 我们看一下道理小的小的 我们自在如他 如果一个东西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的话 我不是说他不执着 可是执着度没那么深 无垠的东西 他执着到你想要独自的 占有他的时候 他的执着度会更深 而第一点我们谈的是投入度 丁肩你投入越多 你自然期待值也会越高 就好像我方 我方从电梯一出宅子 我们就一直准备比赛 我方很想要打贯 其实我投入度非常的多 明方说明方平常性对待 坦白说 不好意思的所谓 明方可能真的 没有我方说 你再来的那么痛苦 所以看到没有 投入度是连换来依赖值的 最能期待值的 最后还依赖性 但一个东西 你长期跟习惯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忽然消失 你会很痛的 懂我意思吗 就好像你长期吸毒 有一天你那个毒 你不仅忽然没有了 你是会滚身发扬 觉得痛苦难耐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方告诉大家 要用这个三个东西 来做两个标准 这时候的同学 其实心里也正同这种 两个标准 是他说 资交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的确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年纪 他们认为 资交可以统付更多 资交可以占有欲更强 可是这种心态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这会使我们人类 社会里面的 蓝眼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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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存在 你跟女朋友说 我要去找蓝眼之心 你想要这样占台 你想要加多更多的感情 你想要对他 能有更大的期待 同时你还想要依赖他 即使是哪个女生 会给你们拿 蓝眼之心 我会 所以了解情感的定位 我们才可以明白每一个情感扮演的角色 情感定位混淆的话 世界很可怕 谢谢 谢谢正方思辨 也谢谢双方便有实境浑身解数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辩论赛 这场比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究竟何者更能赢得平常的青睐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有请评审们投下印象票 分数票及最佳面手 请评审务必在印象票上写上名字 为大家公布印象票的成绩 第一位评审梁哲中评审 投给了正方 正方则一票 第二位评审 江白涛评审 投给了正方 正方得了两票 第三位评审 沈俊荣评审 也投给了正方 正方得三票 首捷印象票成绩 正方目前以3比0暂时领先 接下来将由评审进行点评 由于需控制赛事时间 每位评审各拥有三分钟 时间结束后 将领想拎桌提示 有请评审到前座来 请不吝点赛事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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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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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